tit100 我們同事在不同的行動上 去執行我們做警察的責任 在過程上受到很多刻意、無理、示意的侮辱和攻擊 我相信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像我們香港警察 這樣忍受下去 我不會叫這些人是示威者 我會叫他們是一些很暴力的暴徒 我們只是做我們警察的工作 有人違法、我們執法 有人衝擊、我們制止、有人暴動 我們是震暴 這些都是法例上給我們的工作、權力 但為何我們根據法例上去做這些時間 受到這麼大的攻擊呢? 8月1日香港警察隊原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接受傳媒採訪 說起近期香港警察遭受的攻擊 林志偉數度哽咽 他稱香港警隊在世界上的水準一向是數一數二 近一個半月的行動中表現也很專業克制 但近期香港警察受到嚴苛和極其不人道的對待 承受著其他人、其他行業所未能預見的壓力 他希望增強警方執法的法律保障 並呼籲理性但沉默的市民站出來 共同抵禦非法示威者的暴力行為 林志偉稱有超過1000名警方的私人訊息被公開 有警察的家屬被騷擾 有孩子因為父母是警察而遭受欺凌 更有人在網絡上煽動群眾對下班的落單警察進行攻擊 對此林志偉表示強烈譴責 大家在鏡頭上都看到 有一群蒙著臉、戴著頭盔、戴著口罩的暴徒 他們每每都是在一些和平的示威之後 就去集結 而作出攻擊我們警察的人 有同事是被人口咬斷手指 有同事是被人踢裂了頭骨 有同事是被人扔東西扔到脊椎裂了 三萬個警察是面對著一個怎樣嚴苛 怎樣極度不人道的對待 這些白色恐怖 禮慢著整個警隊 林志偉稱在外行動的同事 每天最少的工作時長是12小時 平均每個人每天工作要14、15個小時以上 就算不被理解還是要照常開工 警察執法是職責所在 不應受到鋪天蓋地的抹黑、抵制、孤立和攻擊 針對近期出現的 警方在執法當中過度使用武力的說法 林志偉認為是顛倒黑白、歪曲事實 如果在國際社會上其他國家在處理這些暴亂的時間 肯定用的武力 不止於此 我們香港警察到目前為止 未開過一槍真槍實彈 我們香港警察絕對是一個很文明、很嚴格遵守 很愛護香港市民的警隊 不能夠將事件黑、講為白 不能夠將我們執法的情況 被人說過度使用武力 不能夠歪曲事實 林志偉一提到 增強警方執法的法律保障十分重要 他認為增強警方執法的法律保障 能讓警方在處理極端暴力環境時 更有信心、更有效率 讓香港社會盡快恢復秩序和平靜 林志偉呼籲香港警隊在這個關鍵時間點 要上下一心、團結一致 呼籲學生看事情時要更加客觀全面 希望他們聽到不同聲音 呼籲黨派議員將暴力和議員身份切割 呼籲理性沉默的社會大眾勇敢走出來 抵制非法示威者發出正義的聲音 我們香港在過往這麼多年 都是全世界數一數二安全的地方 我相信現在也是 只不過有這些暴徒 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上的形象 跌下來 不過如果我們都能夠繼續 去大力打擊這些違法行動 而在香港社會上 有更多的理性沉默的市民站出來 將這些違法行動 一些令人發指的運動 去抵制他們的話 香港依然會繼續成為全世界 其中一個最安全的地方 香港警察在裝備上 能力上 絕對是可以處理香港任何事件 同時 肯定 百分之一百 有決心 繼續維持香港的治安 保護香港市民